中国的视频 déjà发展 《视频档章》 《袖子・金兰》 《视频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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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 Hello 大家好 我叫做B小姐 今天想分享一件 在我家里发生的怪事 这个时候是2018年8月23日 也是農曆的7月13日晚上 那時候因為我領養一隻貓BB 所以在家裡就安裝了一個CCTV 事情是在家裡的廳發生的 由於是7月13日的關係 所以當晚很多街坊都要下樓下燒衣 剛巧我的窗的位置 正正是對著旁邊屋苑燒衣的位置 如果多人燒衣的話 那些煙有時都會弓上來 其實每年都是這樣的 不過那晚關窗的時候 我忍不住就說了一句話 有沒有搞錯啊 有工上來 之後我就入房睡覺了 突然間聽到啵聲 我衝出房間看看發生什麼事 一出門口 就看到本身放在貓籠上面 貓廁所掉了下來 我心想一定是貓悄悄 跳了上去就整掉了貓廁所 當我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突然發現貓籠頂上面 我放了一件小物件在那裡 它安然無恙 沒有掉下來 貓廁所 這麼大範圍 和這麼大件 為什麼會掉下來呢 一想一想 我覺得奇怪了 於是 我們查到CCTV 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到貓廁所掉之前 貓都很乖 舔手舔腳 準備睡覺 之後沒多久 兩隻貓突然 看著同一個方向 正正是窗那邊 然後廁所掉下來了 奇怪的是 因為隔壁屋宵夜 我生了一隻左窗 只是開了另一邊的小窗 還有開了一把風扇槍的貓 那貓籠後面是一幅牆 沒有窗 沒有對流風 不會那麼大風 吹到籠都掉下來 那我心想 一定我之前 說了不應該說的話 於是我心 在這裡不停說 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有時候 真的不可以 在這些時間裡 亂說話 好了 我的貨就是這樣 對了 看到有個CCTV 真的有東西掉下來 都蠻吻合 整件事 如果這麼大 就怎麼下跌呢 咦 不知道JJ好像在這裡 高靈師傅JJ 看見到東西嗎 有就回應一下 好了 我們聽聽電話吧 有澳門的這位朋友 Janice Hello 喂 你好 你好 阿文 我知道你呢 就 曾經在大台做過的 是 我在大台做化妝師的 在哪個年代 我都入行十幾年 這件事發生在十年前 那時候是張君奧 也是拍張君奧 也是拍張君奧 不是青水灣 是的 張君奧 好 有什麼分享一下 先講一個親身經歷 記得有一次 我在一廠化妝間 化Big Boys Club的嘉賓 那一天 有師徒發症 和他的師兄弟 好 八卦 是的 然後呢 霸佔了一個師傅 就是他的師姐 還是師妹 對 女師傅 突然在鏡頭看著我 我知道他們是師傅 我當然害怕 我立刻問他什麼事 之後呢 師傅跟我說 你接下來會有血光之災 關於腸胃 這麼厲害 是的 那我就立刻問他 那怎樣化解 即是怎樣 他說 避不了了 但你吃東西就小心一點 然後呢 預事者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我就跟著一套 有套綜藝節目 要去新加坡 那臨回來之前一天 我們就和一些藝術 一起在摩天輪下面 有個food court 叫了很多東西吃 有串燒 那我一回來香港 那肚子就開始痛了 嗯 那去了醫院 等了六個小時 那是公立醫院來的 嗯 就由正常式 即嘴唇就由正常式 變了紫色 再變白色 做了一系列的檢查程序之後 最後是發現了 有一條長 4cm的竹籤 插住了那條小腸 蛤? 是呀 怎樣吃下去 原來是串燒那條竹籤 為什麼你吃下去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醫生都說 是啊 那些醫生都說 都很神奇的 最後我們 大家都打算做兩個多小時 最初是微創手術 我進去之前 還很輕鬆 最後我做了八個小時 最後要開刀 因為他說那些髒水 流了出來 浸了那條小腸 我要把它切掉 哦 是啊 最後我一張大眼 因為全身麻醉 一張大眼 那些醫生拿著 那些是iPhone 4 然後還拍照我的竹籤 他說之後他們 要再講這個議題 要再講這件事 馬上要分享 是嗎 是啊 因為他說差一點 就出來 是 是啊 然後再想起 原來那個師父 說得對 那些東西 那個師父就是師傅法基 是嗎 我不記得 是不是他兒子 可能不是 像不像 你看就知道 你不知道 因為是十年前 還有那時候 沒有那麼留意這一類的 哦 那我先問一下法基師叔 究竟那天他有沒有上去呢 什麼樣子啊 那個師父 就是那個徒弟 不是 是他的師兄弟 哦 師兄弟 是啊 但都很久之前 還有很多經歷 還有一個就是 我試過跟有一套劇 我們要去澳門 待一段時間 我們就住在金麗X酒店 就是澳門區 然後我們 我就跟另外一個化妝師 就住在一個套房 那套房裡面 一進去就有一個很大的客廳 就是給一些導演 和PA上來開會 另外呢 右邊就有一間房 是做化妝間 左邊的房 就是讓我們化妝師睡覺 那我試過我們洗完糧 準備睡覺的時候 就聽到化妝間那裏 有吹風通聲 夜晚晚晚凌晨 然後客廳就不停 有人走來走去 正常會的嘛 因為正常 那些PA和導演 上來之前 都會跟我們說聲 因為我們兩個女人 那你也要說聲的嘛 最後我那天 就覺得很不對勁 然後我就衝了出去 接著去到化妝間門口 就看到裡面化妝台的燈 在那邊閃閃閃閃 正常是不會有燈的 正常我們做事才要開燈 所以有時候 在鬼片時 經常看到那些主角 明知有事都要走進去 原來他這麼白癡 原來自己也會 那我就真的打算走進去 然後是很清晰很清晰 右邊會聽到有嘻嘻 又發了一聲 那我就立刻衝進睡房 然後最後一衝進去 還沒進睡房之前 就已經聽到很重很重的東西 掉了入地下 最後就看到原來就是風筒 整個風筒掉入地下 整個風筒 都是挺猛的 嗯 那有沒有人真的在電視城裡面 一定有 你們是不是才不知道 一定有的 有有有 有 有一個 有一個廠化妝間 有一次 我們全部人都在化妝 做show 很忙 嗯 那我試過有一個藝術 我們會在後面有一個電視 他們就坐在那裡等 我們一等都要有段時間 那他突然間 一瞎一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是瞎 還是怎樣 他突然間彈起來 他說你們見不見到我 你們見不見到 然後我說什麼事 他說他見到一個黑色全黑的人 在說皮膚全部都是黑媽媽的 嗯 周圍在那裡巡 周圍在那裡望我們做事 然後最後那個人呢 就是這裡停下 那裡停下 最後停下了一個 一坐化妝間裡面 會有一個洗頭房的 房仔 那個房仔很暗的 經常都很暗的 然後最後就進去了 嗯 進去一場化妝間 化妝間中間那個 中間化妝間裡面 有一個洗頭房的仔 洗頭房仔 嗯 其實那間房 之前都試過有兩個化妝師 見過有本書 靈空地掉到地下 嘩 這麼厲害 是啊 而且我之前試過 開一廠做show 要收廠尾 都要一個人凌晨 都會很晚 那間房都會 聽到有很多聲音 然後我們都不敢進去 即是一廠現在做那些 Vivari show 就是流行經典50年那些 那種 是嗎 是啊 那間一廠化妝間很大 然後裡面就有一間洗頭房的 是啊 是啊 就是那間房 那知不知道會不會是 以前走了的藝園 還是什麼人來的呢 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問那個artist 即是說見到東西那個 他說是 全身黑貓貓 他說因為他那一刻動不了 好像被鬼摘住 然後他眼尾 在那邊看 因為很多鏡 他就在鏡頭反光 看到他就這樣走來走去 這個見到東西的artist 是給點貼士 可以不可以 呃 不紅的 不用的 不用猜 即是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 是啊 即是說了 你都說哪個來搞 哇 很壞 不紅的 一堆 還有還有很多 很多的 當然 你一定很多 這些是不是好聽 我聽到那個鬼跟你上車先 哈哈哈哈 算了吧 那些好嗎 但是不能說 那些人不知道我誰 應該 唉 認到你的聲音 說多一個 其實 很輕 很輕的一個 因為我如果開組 因為我之前其實多數都是做show那邊 那邊 我如果回組 凌晨 即是天空光那些 那我們就要過十六廠 十六廠就是拍劇的 拍劇那邊的化妝間 一間去拿一條鎖匙再去一床 那條路呢 有一條直路來 很長 很長 然後 左邊有個 有個半幕地坡 即是有個玻璃窗 看到外面 右邊就是化妝間 你一邊走一邊走 那我們的化妝師 就拿著個行李在那裡 拿著個輪子在那裡 那是沒有人的 那時候 然後我們拿著鎖匙的時候 小頭組一條大直路 我後面不停聽到 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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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叫我名字 但不停 喂 喂 這樣 然後我就知道 很長的 就是半跑 因為我怕一跑 驚動到他們 然後就不停 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一床 裡面會有個神主牌 即是有關公獎 然後我就站在那裡 然後就開了椅子 然後就沒事了 但一向那條走廊都領了 因為之前 這個樓還沒有問回當事人的 但有一個 都是關走廊事的 就是洪姐 他就拍公心計的時候 這個是梳化服 跟我們說 跟我們自己 在圍內談 他說洪姐那天 拍完公心計 在古裝街 走進來 總之怎樣 走進來 要去十六廠那裡 脫掉一些東西 即是脫掉一些衣服 那些 他就一直走的時候 一直在拔著衣服 打算發出 打算收工 他就一直拔著的時候 就看著 我剛剛不是說 左邊是一個 半落地玻璃 這樣 那塊玻璃鏡 其實是窗來的 但它是乾淨得 好像鏡一樣 你真的照到鏡 那他就一直在看著自己 一直在搶東西 搶東西 他見到 在十六廠那邊 有個 即是走到十六廠 十三廠 總之有些混亂 總之 總之那段路 就在廁所裡 有一個人頭 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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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這麼確定 是一個人頭 他說因為 飛出來的時候 在一個 在一個 天花板很高的 很高的飛出來 他說為什麼 覺得是人頭 因為他飛出來的時候 他見到的頭髮很長 嘩 是啊 其實那 然後呢 飛出來去哪裏 就是那條直路 很快地走 即是他經過整條走廊 他見到一塊鏡 看到一塊鏡 他已經不敢再看直直看了 那我不肯定 但如果古裝修得的話 應該都很晚了 但因為那個廁所 一向我們都不敢去 因為那個廁所 平時的人 我們搭乘巴 要出去外面張溫澳 那廁所其實是最近的 但我們其實很急 都不敢去 因為 你一進去就很不舒服 我可以問一下 心姐 你說是公心計 是嗎 公心計 是的 心姐有份 但是看到那個就是熊姐 那當時只有熊姐一個人 整條走廊 是的 因為他很急 而且事情說出來 就是 舊的服裝師 因為說了公心計 都很久 熊姐說出來 應該都是這樣 是他們說出來 你知道我傳來很多 但是這個我就沒有去 沒有去聽 因為有很多鬼故事 喂 你真的 我知道你在澳門 對 澳門也很糟糕 你很多東西 那不行 你不可以就這樣走 是不是 你現在都是同行 你自己報料 我真的不可以讓你這樣走 我想報很久了 是嗎 那不如 我們 看看明晚又 找你講 可以嗎 講多晚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明晚 我有很多空在澳門 哈哈 現在大家都不能走 是不是 香港 澳門 澳門 都不能動 每天都不知道 有做筆 可以聊天也很開心 但是你不用上班嗎 澳門 都沒有怎麼回 因為太太 已經是人妻 就變成了 是嗎 找小朋友 哦 那就好了 看看沒什麼做 那就適合了 講鬼故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你沒有說過的嗎 從來 那些 沒有上過Big Boys Club 找你講的 是嗎 沒有不講的 之前都 因為其實我們一講 就牽涉了很多人的名字 之前就不想 現在我講一講 反正都 那些派都沒有做 不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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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是誰 其實之後 還有一些是圈內 還有一些是澳門 現在來了澳門 之後發生的事情 哦 你自己澳門的 都有些經歷 那意思是嗎 有 其實我一向都多 因為之前十六歲的時候被車撞 然後生日聯科爾被車撞 然後撞那次都是給你玩的 然後撞完之後 感覺很敏感 通常都是 不知道是撞開了一條天線 是嗎 是呀 尤其是那次還要開了刀 然後就更加敏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生日後又更加敏感 明白明白 好 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我想看看 那個師傭師傅的哪個 師兄弟那麼堅 看看法基師叔叔 會不會知道 另外就是 芯姐 看看會不會回應得到 這件事 不知道紅姐 有沒有跟芯姐說 好嗎 好 可能那個不是紅姐 那是芯姐 可能是 其實本來是 那件事是芯姐 不知道講到哪一個紅姐 對吧 你知道 以外傳我就是這樣 好多這些事情 真的 好啊好啊 好啊 明天再聊好嗎 好 多謝你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喜歡聽聽嗎 好吧 那就 明天再繼續吧 都很多謝這位朋友 自己說 我也可以分享 這樣 圈中的鬼故事大家都很想聽得到 那 我想都是有一些歷練才行 真的可以的 是不是 如果現在可能 一些新入行的 可能 他未必那麼清楚 那個環境是怎樣 或者通常都是 他知道那個背景 就是做得久 知道那個背景有歷史有原因 說回來 才會更加有感染力 好 那我們明晚繼續吧 那 稍後回來之後 就找到我自己一位朋友 那 他就是 去 救了一些媽媽救了狗的 就在舊的過程之中 這樣撞鬼 或者感覺到一些靈異事件 好 回來看看他怎麼說 好